那你就只能用这一招了 OK 那像第2点 这边的话我们一样 小老鼠对不对 然后一样 50 角度给他小于对不对 小于多少 3 -30 -30 Enter 就出来了 一模一样 但是你现在要下指令的 再来方向就是15 Enter 极座标的话 正交的话比较简单 因为正交反正就一定是垂直方向 所以你画图如果是垂直方向你也可以用正交 正交它的好处 极座标比较容易跑掉 OK那这边往上 往上之后要追踪 可是如果你用追你要追踪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正交的话 他不能追踪 有没有 你要变成把它切回到极座标 才可以再来追踪 极座标就会 极座标很好追踪 所以有些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我追踪功能失效 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跑到正交去 可以吗 这样点下去 再点一下 这个图形 剩下圆角都跟前面一样 在这个部分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就是用刚刚的指令 特别注意 就是 这边的话 就是 At 50 角度是这个 45 那另外一边这个是 -30 为什么是-30 请你画一个 坐标的图形 他这边是零度 如果这边的角度是这个方向 记得是-30 或者你 也可以给他另外一个角度 转过来 给他多少 3 正330 也可以 两个都可以 OK啦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是坐标的概念 我想 你们这个坐标一定概念要很清楚 或者你将来在做图的时候 你做出来图形的角度就很容易出错 好